好人安早安各位觀眾朋友 持續來關心一下今天整體天氣 我們現在在畫面當中看到是在台北市區的濕景畫面 早上的8點44分 那現在溫度呢是來到了23度 今天降雨機率還是有一成 主要呢還是在東半部之多 那不過我們來看到今天呢 是這個24節氣當中的雙降 那也是秋天的最後一個節氣 那其實照雙降這個節氣來說 代表說天氣狀況會一天比一天還要再寒冷 也代表說秋天過去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迎接的就是冬天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天 都是屬於日夜溫差比較大的天氣 像在今天清晨最冷的出現在新竹的關係 只有19.3度 桃園大溪也來到19.5度 新竹還有在新北市基隆空曠地區 今天清晨低溫也是下灘到了20度出頭 所以呢還是要留意 今天屬於這種日夜溫差比較大的天氣 那在今天的水氣上 主要都是集中在東半部比較多 像在宜花東啊 因為今天偏東風的關係 所以呢這些地方還是容易會有一些漂雨的現象 西半部朋友呢 今天水氣比較少 但是要留意空氣品質比較差 尤其呢像是在中部以南一路到高屏 幾乎都是亮指了橘色提醒 那敏感族群朋友要特別注意一下 來看一下這一周上面的天氣 今天開始到周四 天氣狀況都蠻類似 在禮拜五呢開始到周一 持續受到這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北台灣還有在東半部 又會再開始轉濕涼 來看看這幾天的溫度 今天開始呢到周三 高溫可以上看到30、31 但是呢到禮拜四的晚上開始 又持續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水氣越來越多 北台灣開始降溫轉雨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高溫可以上看到30、31度 白天還是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但清晨晚上低溫只有20度出頭 所以呢還是要留意日夜溫差比較大 超級清晨晚上低溫 水氣越來越遠 感谢观看